在S1赛季 徐晃的骑虎盾是什么水平 徐晃的骑虎盾是一只比较强的队伍 打击面也比较广 除了不能队伏带火的队伍 徐晃的骑虎盾可以应对其他任何队伍 徐晃是一个慢热型的武将 综合属性属于中庸 但是他的姿态战法 长期植入可以递掉冰刃伤害 叠满五次以后可以达到75%的伤害 更重要的是叠满五次以后 可以使我全体伤害降低16% 这是最近一次对徐晃的加强 以前这个降低伤害是没有的 因此徐晃的骑虎盾要围绕他的姿态战法来组队 长期植入需要叠加伤害 所以他最适合的战法就是轻勇飞燕 爆炼四方 以及我们今天要讲的骑虎南下 在S1赛季天枪很强 主要是因为出个量可以打蛋主动战法 但是徐晃的骑虎盾除了一个轻勇飞燕是主动战法外 长期植入和骑虎南下都是被动指挥战法 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出个量的神经妙善了 此外因为徐晃的武力并不散太高 所以他需要曹老板的增伤 以及风之阵的增伤 同时还需要点威来帮他扛伤害 如果这些还不够 还需要带藤甲以真相兵刃的减伤 那么如果带了藤甲 就要小心哪些工兵队伍的 特别是以周瑜大都督为首的无国工兵 和袁绍带了八皮弓 袁绍这个类似匿名也是带有着烧状态的 那么齐虎顿他的顶配配置是什么呢 齐虎顿的主将是徐晃 需要带齐虎南下和青勇飞燕 护将曹操需要带刮骨疗毒和藤甲兵 这将点威带魅惑和风之阵 当然也可以把藤甲给点威带 让曹操带战壁其风 给徐晃矛略减伤 徐晃是一个慢热性的武将 他的输出伤害是成一个除剑上升的一个状态 所以防疫和恢复一定要给到位的 齐虎顿在S1次I3都可以玩 而且徐晃这个齐虎顿对于队伍的搭配要求也比较高 曹操是魏国核心 却他肯定不行 然后还需要刮骨疗毒来解齐虎南下的禁疗 这就需要拆华陀 其他的像魅惑和风之阵 在S1赛季中的并不散太多 也可以给到这个队伍 难道就是曹操和刮骨疗毒 怎么取舍要看你能搭配的队伍呢 那么本期的队伍讲解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